5G 大家都聽很多 其實它三個特色是高速、低時限、萬物互聯 容量很大 香港算是前列 新加坡、日本都未是怎樣起步 所以香港算是很快 香港有一個優勢就是地方小 最重要是一些衍生新的應用場景 國內有一個講法叫工業4.0 有很多應用能夠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 改變了他們的流程 改變了很多生態的生存方法 遙距的手術或斷診 這些其實是技術上是可能的 其實衍生了一些雙機 很多人都會開始適應遙距的方式 做很多不同類型 以前沒有想像過的活動 大家都適應了這種不一定在現場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這些就會是很爆炸性的日後 經過今次疫情 resume normal 之後 以前在電訊的世界 其實電訊商很兇 我們做的所有事都可以是所謂的公司 你是很專利式的 每一天都好像新入行一樣 要有一種好奇心 以及追逐的心態 音樂對於我的人生是一個平衡 來的 即是說我是主修科學 即是科學 但我的音樂給了一個藝術的訓練給我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 就能起伍 我們在祈禱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兒 我們現在就能 lime 我們去找這兒 然後就能從事 那兒 這個第一個 我們看成放 我們有個小型的 然後就能入行 我們在這裡 我們來 我們把它 enables 我們說 我們可以